切子宫是大手术还是小手术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韩晓斌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妇产科副主任医师 它属于一个中等的手术 当然这个手术呢 也不能单以这个大小 简单的去评论 外科手术不管大小 都还是会侵入性的操作 都会有一些风险和并发症 同样对于切子宫 子宫来说它不同的病变 它切的时候 这个困难的程度可能会有差别 或者说同样是长子宫肌瘤 如果这个肌瘤的位置长得不好 大小有差别 那切起来的困难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但是总体来讲 切子宫属于一个大多数情况 就是一个中等的手术 切除之后呢 因为子宫宫颈和阴道是相连的 那么当我们把子宫切掉之后 阴道顶端这个伤口呢 我们就把它封闭起来了 阴道就成了一个盲端 像一个盲袋子一样 只是说在最初 没有预和好的时候 暂时不要有性生活 其他的时候就关系不大 基本上手术后过上一个月左右 病人就可以恢复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